对了 继续 所以你是靠什么对一群人起领导作用的 所以当来在事业上头 有机会可以带领一群人的时候 不管人家哪样的公司 什么样的职位上头 记得这句话 你是靠什么 你是靠人家赋予给你的权利 职位上头给你的权利 这是不够的 要想到建立起职位以外 比较根深蒂固的那样的power 那种power是mental power 是一种引导者本身所累积出来的power 那还真正是你的本事 这个东西说来就比较长 这个问题 台湾的教育问题 其实以前的教育问题 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 现在因为你要开始要学西方 要把台湾的教育搞得有创新 然后要活泼 所以就搞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会变得说台湾的教育会变得比较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 对 你也有同意 那不应该以学生为本位吗 也不是啦 其实我觉得太多了 太多了 反而是老师没有任何地位 是 你们同意吗 是不是 学生最大了 那这个问题很大 这个问题的话 跟以前就有一点好像走过头 就是你突然间钟摆从极左 摆到极右 你知道吗 就是乱掉了 所以老师还是应该要扮演这个 帮助同学的角色 所以会变得全面的往这边抢 你们都是学生 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同样的看法 可是你们在做各位同时也是当家长 是不是 说不定 那是以前 现在反过头来讲了 你给他拍摸吧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各位同学就应了他 在另外九地篇这边都讲了一句话了 因为我们的九地篇这边讲了一句话 各位同学 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就会培养足啊 后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辟弱交子不可用力 你同意吗 后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治 因为现在完全教育部已降的话 全国都是推出这样的一个教育 以前在人本教育的那些人的推广之下 就完全向西方学习 向美国学习 忽略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就完全把传统的世书 传统文化里头的教育那套全部都把它扫掉 弃之无必行 可是我们文化里头有一些基因 这个基因是几千年下来的 那这样的基因突然间你把它斩断了 所以冒然的从那边引进了一套 学生为本位的东西 你失去了方寸 所以王文权变成以学生为本位 厚而不能使 你对他非常的恩厚 可是对学生很恩厚的话 你叫他去做一些比较粗重的事 甚至你叫他违反他自己欲望的事 他不会听 爱而不能立 因为你很爱他 可是我忘了 教育有些时候是要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爱而不能立 乱而不能吃 这样一来的话 就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国家所需要的人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养成 除了爱的一方面 还需要治愈 这叫恩 这是恩 这是威 恩威要并重 就像两个轮子 才能使这部车子往前进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两个轮子 恩威并记 阴阳并记 要有软的 还要有硬的 那现在教育部完全都废除硬的那一块 那你硬的那一块的话 就只有恩 而谈不上威了 没有威的话 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威的话 就学生不听你 他忽略了人性 人性不是完全用讲好话做好事就可以来的了 听不下去 现在不是这样讲吗 只要他很活泼 他还有创新能力就好了吗 创造能力就好了吗 干嘛要听得进去 创新就是不符合规律啊 创新就是要翻天覆地把阴阳颠倒啊 翻天倒地 这才创新啊 像贾伯斯一样 不上课 哈佛上那一年都退学 这样才是创新啊 我们国家就培养这样的创新人才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这样一讲来的话 你牙口无意来 所以你要重整旗鼓 要推出你的理论跟你的理念出来 你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教育应该是什么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请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我 教育目的是什么 教育目的是什么 思考 思考能力 那当然在其次 教育目的是什么 啊 判断思维 判断思维 这做其次的问题 我告诉你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中生学习还是什么 学习知识 我的看法 你们参考看看 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培养人才 那人才有白白种啊 各位同学 人才是不是有白白种 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根本不可或缺的东西 就是如何做人 因为培养人才 是人才 那人才有很多种 教育目的就是 根本要把生下的孩子 这么一个未经雕琢 的一个 非常可爱的一个生命 怎么把它叼成为 可以服务众人 可以为人类创造出幸福 各式各样的文明 各式各样的一种新的事物 这样的人 但他根本上是 是个人 就是培养一个人 那培养一个人 他应该具备的东西很多 不是只有创新 不是只有独立思考 不是只有这些什么知识而已 他还有另外一面 对不对 那这些面都能够具足 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才 所以教育的根本目的是 培育人才 作育 作育人才 那人才很多种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扫地也是人才啊 可是这个扫地者 他能够很专注很甘心 去做这种事情 甘愿为大家服务 他就必须要先有一颗心 什么样的心 他很愿意去做 他眼前做的事 因为我就只有这种能力 我就甘愿去做这样的事 现在是每一个家长都希望 他自己的儿子都像贾博士一样 知道吗 然后忽略一件事 天生下来 每个人的支持 每个人的生命的一些潜能 都不太一样 有些的性质是适合做这个 有些适合做那个 然后失去了这方面的认知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跟甲博士一样 甲博士是什么 很会创造 所以从小的培养孩子 创造去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的结果的话 当然 对老师不礼貌 做人不诚实 在学校里头 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端正的事 但是 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那都不重要的话 所以做为 将来变成做一个人 都产生了问题 要做一个人有很大的挑战 这很方便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是更大的挑战 对有用的人要有知识 还要思考 还要创新能力 可是大家都环绕在这些肢结外表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人的品格的问题 这个品格的问题是一切的根本 没有好的品格 它即使有很大的裁具 它也不能够为社会所用 而且由于它的品格不端 它具备的裁具越大 它危害社会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这才是根本 那这个根本叫什么 就是教育 教育所以是要把一棵小小的幼苗 把它雕琢 把它给服育 让它长大以后 加上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 那这个如果是本贵的话 那我们再思考一下 教育可以完全只用爱灌溉吗 爱是一个本质是没有错 可是方法呢 有时候就要拿棍子出来 现在教育公司教 我们连棍子都不能拿 拿的话就犯规 对不对 那老师要做法 所以老师的 老师的私道就不见了 这整个社会就变成这样 你们听听看 在座年轻的同学们 你们听听看 将来你们要有自己的孩子 你要记得 后而不能死 是很悲哀的 爱而不能令 你不能把重要的事尾住给他 不能告诉他 诶 这件事要怎么做 没有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或他不服聪明 乱了不能去 根本没办法去 所以这种人叫做胶子 不可用 所以国家是没有可用制裁的 国家培养出好多嘴巴会说话的人 培养好多他要创新创造 可是创了什么东西 真正能够创大心 创大业 立大业的人 都是要深沉厚重的人 让他能够静思沉浸而深邃的人 他才可能畏为大用 对吧 那要把这样的幼苗 雕成成为可用的东西 要灌多少微量元素啊 多少微量金属 灌很多生命当中不可获取的东西 那个东西 其实是爱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要硬的一面 所以不能只有软的 还要硬的一个 所以软硬要监视 恩恩要病激 才能真正做到教育一个人 你知道为了要能够教育一个人的话 那他要付出很多了 得到付出的这些东西 如果得到的效果 就反的效果的话 马上融化掉的就是他的热情 热情不见的话 他退守职业 他从置业变成职业 他本来是置业的心 现在变成只是职业的心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热情不在 就变冷漠了 冷漠下来的话 就再也不能感动学生 学生就很难 从他那边得到一些什么起码 那损失的是谁 对老师来讲没什么损失啊 他了解损失的一些尊重跟尊严 可是你知道说无形的损失那是很严重的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那些推 20年以前教改的那些人士 而今安德塞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说 当年他搞了那一套东西 废除高职教育 废除技职教育 把整个国家搞的全部都是写论文 全部都是升迁 都是写论文可以升的 而不是靠他技术上的能力可以升 整个国家变成这样子 所以人才不见了嘛 就全部只是用脑不用手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 人要成为人才就要熟脑并用才可以 所以你们现在搞创新的人 我告诉你 你们要熟脑并用 不能只是读书显论文 还得要去实作 所以实作是对的 可是实作跟脑 这两个东西还要有一个串联 要能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找不到好的技术人 大家不愿意在技术上有下功夫 所以要搞技术 要把自己的创造力搞出来 告诉各位人家手脑并用 因为手啊 跟脑的神经啊 它是串联在一起的 它中间可以变得很加强 加强脑的运作 加强手的运作 所以手脑斜搞 这样才能够行创造力保护出来 或者社会了解这个东西的人不多 看书以后就知道 可是要能落实在生活上 似乎就有那么大的障碍 所以习日的这个教改政策 其实维获非常大 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认识 我当年吹的东西有错了 人本跟那个东西合线 他们那个时候台湾也不逆流 那个逆流呢 就是把品格的教育也打掉了 对 不知道品格教育 英文里头都有一句话 speal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rod就是棍子 你不用棍子的话 就把孩子灌坏了 我们都知道除了萝卜之外 还要棍子不是吗 现在全部教育通通只讲 只讲罗伯 但是对人性基本上不了解 你以为人 人是至高无上的 人干了很多的坏事 那根本就是危害 危害不到多少人 你知道 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块 所以把人权呢至高无上 杀了那么多人 手段那么凶残 不可以杀他 你知道吗 那种思想 那种思想实在也没法 没法 人性 看过小说的人都不知道 人性是真的那么要神圣吗 很多文学家不是对人性抱得非常 非常失望吗 这人性怎么那么肮脏 那你讲人权是什么意思啊 你人权是应该人权是没有错 可是人权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啊 老师不只教育 现在医疗体系也公开 什么体系 医疗体系 没有人敢当护士的医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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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台湾是千疮百疚 啊这个东西要讲的话 所以所有的问题 我告诉各位一个总结啦 台湾一股气不见了 一个气不见 一股气 那个气不见了以后呢 那个所有的四肢百害就散掉了 四肢百害散掉就是这么一块 那么一块 那一块 习日那个把所有的资源笼合在一起 那一个气 那一气 气就是生气的那个气 那一气呢不见了 那一气不存的话呢 一切就失散了 那一气存的话呢 最终把所有的东西笼具为一 那一气不见了 跑到哪边去 跑到哪边去 有没有办法把那一气找回来 那一气找回来的话 所有东西就那么多融在一起 所以这三个东西啊 要合在一起啊 人 天 地 人 三个东西啊 都要合在一起 除了别人 敌人 还有我 自己 还有地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知己知彼啊 甚乃不歹 知天知地 甚乃可全 所以 要打仗 要有竞争力 各位同学 你们刚刚同学讲竞争力 我告诉各位 要有竞争力 跟人家竞争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 要了解自己 要知道对手 懂吗 光这样还不够哦 还要怎么样 还要知天知地 因为我们都处在大环境当中 所以要对大环境有了解 知道天时 知道阴阳 不要讲阴阳 讲阴阳 你们大概不太了解 知道什么 知道白天黑夜 可以吧 知道男女之别 可以吧 请问一下男女有没有别啊 男女有没有别 既然有别 为什么要 男生跟女生完全都要一样呢 这个我也根本性 我也觉得有问题啊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有些东西是应该一致的 没有错 还比说尊重 还比说权利 是应该一致的 可是你意识 什么东西都要一样 男性当兵 女性要当兵 男性做什么事 女性要跟他做什么事 这个东西呢就违反天 这个大自然 好不好 所以天时地利 都要知道 这个东西有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把了 到九地一篇 插个九地一篇 行军地行篇两篇 还有前面的篇 全部都已经上网了 各位可以上去看一看 下礼拜敲的报告 如果有独立的状态 能不能起报各位 那起报告写好一点 好不好 最后一次报告 也没有考试了 然后还有一个交代 就是好好回去 碰到重要的孙子兵法的一些章句 把它背起来 你没有背的话 孙子的思想 理理就是一段差距 你卸还不卸 我有一个学生 几年前的MBA的学生 器官手的職業生 他说的孙子兵法 他很喜欢 他当兵的时候开始背孙子兵法 背完以后 他若干一背起来 后来以后到大陆去创业 那经常跟我联络 然后孙子兵法背起来 后给他非常大的 人生的启发 那他想到什么事 就是孙子兵法 某一句话 就出来 这可以当做他一个 他一个指标 他的一个指南 那你们试试看 因为这部书不是只有我在那边讲而已 好多好多有成功的人 其实都从这部书提到 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我很鼓励学生去背他 你不一定全篇一字不漏背 你可以把哪一句话 还有启发的东西 拿背去 那就是你的指袋 放在你的仓库里头 一辈子呢 就可以使用他 你想到一句话 就是这个 知己知彼百战不担 知天知地 知天知地是什么 色埋可权 那这句话就这样告诉你 你不能只知道知己知彼 你还要了解天地 不能了解前后 还要了解上下 知道吗 天地的概念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概念 大概我讲课大概的部分 再留讲到这边